5月5日是张一山同学的生日,杨子姑娘赶在凌晨12点准时送上祝福,生日快乐,我最珍贵的朋友,并晒出与张一山贴面合影的照片,以及一张两人当年共同出演加油儿女的剧照。 很多人肯定捏给自己的好友发过生日祝福,但是0.0秒发送的,一定是你最最重要的朋友,或者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,可见张一山对杨子来说有多么的重要。 2005年,杨子与张一山因出演加油儿女中的下雪与流星,一炮而红,成为90号童星的代表,一代人的童年记忆。 之后,两人,又一起考入北京电影学院,做了同班同学,陆续在演艺中开始新的转型与征程。 张一山和杨子的友谊,也一直被网友津津津乐道,两人经常互相调侃。 其实两人互相生日祝福,性友情,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在杨子,24岁生日当晚,张一山为杨子献上了一个视频。 视频中,张一山身穿白色浴袍,显示唱了生日歌,然后又对自己不能当场祝杨子生日快乐表示一哈。 张一山还写道,杨子,就算全世界背叛你,我也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。 还有,都二十次了,照个好人就叫了吧,要不他们老觉得咱俩有事儿,生日快乐。 虽然十一月六日,杨子过生日,张一山才喊为了杨子背叛全世界,杨子还不得光冠杰,就曝光和秦俊杰递下了业情。 但是,这正好就说明了一个事实,杨子和张一山就只是亲人关系,和秦俊杰才是爱情,两人之间略似旁人的只是纯纯的友谊,都说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。 娱乐圈更是如此,为了利益,各取所需,但其实娱乐圈还是有纯友谊存在的。 虽然杨子和张一山两人年纪不大,但是他们的友谊时间却很长,然而娱乐圈中除了他们两人之外,还有其他的不是情侣,友谊却比情侣还要不让人羡慕的男女友谊。 郑爽和马天宇,估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,知道的人不多,作为娱乐圈之名的耿直官和耿直官,马天宇和郑爽,一直都在坚持做自己,两个人相识与古剑奇谈。 那个时候的郑爽,身线整容分手飞闻,马天宇默默守护陪伴他度过。 马天宇主演万万没想到,西游片的时候,郑爽也不顾连接拍戏的狼类素颜为马天宇站台。 相比于两人的友谊,即使是当初小爽和谈主的恋情,都要逊色不少。 任全和李冰冰,两人之间的友情在这个娱乐圈,简直是一股清流。 两个人相识于电视剧《少年包青天》,从此开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不仅在微博上高调互动,在任全初期创业的时候,李冰冰更是二话不说的表示了支持,而任全也没有让他失望。 两个人赚了个盆满钵满,林心如和苏友鹏。 环珠格子是我们心目中的一部经典,而五阿哥苏友鹏与紫薇格格林心如,也正是因为这部戏,而成为超级好朋友。 两人不仅在微博上请,一马满,更是在节目上爆料说,如果十年后都还没找到另一半就在一起。 虽然林心如逐渐已经和霍剑花成了夫妻,但是两人之间的友情,依旧值得称赞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冰军